今天和大家來到馬鞍山,馬鞍山區 馬鞍山出名的是甚麼呢? 第一,這區其實是一家名校都沒有 老實說,一家名的中學都沒有 一家所謂的鑑溫中學都難以有 德順都算是,可謂叫做廣面,車邊 另一種特色,這區是美食沙漠 今天帶大家來到馬鞍山市中心地區 一個是海伯花園,另一個是新港城中心 這兩個地區到底有甚麼好吃呢?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看 好了,我來到海伯花園的馬鞍山廣場 馬鞍山廣場當年開行很多廣告去賣這個 就是這個回船木馬,Merry go round 還有後面的鐘樓塔 這個真的有些童話式的鐘樓塔 以前就好賣這個 當然現在已經不是一個賣點了 每天都會開放給小朋友來玩 今個月也有,看得到 這是一個賣點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這一區到底有甚麼食物呢? 這才是我們今天真正要說的原因 好了,大家一眼看完 二樓和三樓有甚麼好吃,看看一看 水果茶 多蘭花餐廳 薩利亞 淡仔 pepper lunch Moose burger 元氣壽司,有進步了 最多比以前一封堂,都是美心的 當當屋,是美心的 天日明柴,有進步了 beats 豆子 好東西來的,黃店 泰兄 泰兄 大發館 楊秀汪 好了,如果我這樣說 如果對比十年前 對比十年前 我小弟也來到這個公過作 十年前就有進步了 起碼有些吃得人下的食物 雖然這些都不是吃得人下的 但起碼有些看得上眼的食物都會有見到 有些進步,比以前 好了,來到馬欧山 新港靜中心 改名字 Moose Tart MOS Tart 你看到這裏周圍有很多人走 其實這個商場真的不幽默 沒有人來吃 但這個商場到底有些甚麼 是吸引人家來排場錄呢 我們又逐間逐間看看 首先第一間 StarBus 我想有沒有人坐都是一個問題 然後你看到其他很普通的鞋店 板獎是英王的 跟著有一個戲院的 英王戲院的 跟著有茶囊 都是一些普通的飲料 來到中國大廳 你看到有千色 這裏上少許有錦麗和文化冰室 我想其實食物都差不多 都是來來去去的 你覺得很可惜 這裏有很多英王的旗下店舖 還有很多美心旗下的店舖 不是美心 而是太興旗下的店舖 其實亦都是一個 我這樣說 雖然是比十年前多了一些食物 但是呢 其實呢 我老實說 食物都是那幾個集團 要麼是美心 要麼是太興 這兩個商場最多就是美心和太興的旗下 如果你想在馬鞍山找到一些小店 找到一些出名的小店 好像深水堡或是旺角 你可能會找到一些小店出來 不好意思 你可以回到沙田 或者是回到市區那裏吃 或者是回到觀航吃 多分鐘都可能還有一些小店給你光顧 那麼 是不是美食沙漠呢 我又這樣說 又不算美食沙漠 現在這十年也有些東西改變了 應該都可以脫掉名字了 但是呢 不用指望叫別人 如果你想叫別人來這裡專門吃 我想你也是放棄吧 如果你想叫別人來馬鞍山吃東西的話 那就沒有特色的 我想你其他地區都會找到這些店舖 我覺得呢 這十年我看到一個馬鞍山的奇跡 馬鞍山的奇跡 即是馬鞍山如果你看到任何有一間食店排隊 真是十大奇境來的 咦這間叫太行 我好像聽下一個名字 又好像不像是哪一間的旗下集團 我希望不要讓我找到 我希望不要讓我找到是哪一間的旗下集團 但看到這間都排在長龍 都很難得的 因為其實馬鞍山如果你午餐時的時候 其實都很有趣的 即是你找到一間排隊的店舖 都很難找到的 因為人們真的不太喜歡在這裡吃 這間真是奇跡來的